而新北市呢 今天是新增了四例的確診個案 兩例的感染員還在釐清當中 除了要儘快的斬斷這個傳播鏈 也大喊他們真的需要疫苗 不過呢 新北市議員何博文就爆料了 從三重聯誼開始 新莊新泰綜合醫院 板橋中醫院 都陸續的出現 不用預約 不用造徹 就可以打疫苗的情況 痛批根本就是好性感的翻版 民眾帶著滿六十五歲的家中長輩 來到新莊的新泰綜合醫院 聽說這裡只要拿健保卡 免預約就能打莫德納 所以只有今天可以打莫德納嗎 是啊 是啊 只有六十五歲都可以先搶除 只有這一梯嘛 還有 接下來就八月二號 剩下最後就八月二號 再也就沒有 搶手的莫德納 為什麼這間醫院不用預約就能打 原來就預約了要施打的人 那這些人呢 因為沒有報到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那由這個里長跟公所 依據他們的名冊來通知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 產生疑慮的還有另一間 新北市板橋的中心醫院 門口民眾排排座 也都是來打疫苗 如果我媽還沒有預約登記的話 可以打啊 可以 打過來啦 依照規定要打疫苗 得上網預約或造冊才能打 但從新北市宣布疫苗不夠之後 連續幾天陸續從三重聯誼 板橋中英醫院 新莊新泰縱合醫院都出現 類似免預約施打的狀況 還有一家在三峽 也被民進黨立委提早公布 三十一號禮拜六六十年次 以前出生的民眾 無論有沒有預約都可以到衛生所 打AZ疫苗 那在新北市其實有好幾家的醫院 都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他們的疫苗從哪裡來 除了預約以外 我們本來就可以由民政系統的協助 那這個施打的對象 是一定要符合中央的規定 而且呢 一定需要健保卡的檢核 那如果過程有未經完善的地方 我們會要求改善 目前國內疫苗數量不足 每一劑都很珍貴 也因此如果醫院安排的施打方式 跟一般的SOP有落差 難免會讓一般民眾覺得不公平 華視新聞羅利文 陳義偉 新北市報導